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DesignExpress 它的Excel输入输出是怎么去做的 那我们首先先开启一个这个,建立一个档案 那我们档案很简单,就是2乘2的因子 然后我们这个数据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Excel的摆放 是一定要摆放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才能够吃的进来 就是Std Run,Factor1,Factor2,Response1 大家注意看一下,它必须这样摆 然后我们才可以用这个Import Import from File,在File里面 然后去点选,我们这边是CSV 不是真的Excel档,点CL,不是 是这个CSV或者是纯文字档 那一样,如果你要输出成Excel的格式 你也可以这边选Export 然后你选你要储存的格式 那我们,我是喜欢用CSV 你可以用文字档或Excel档 这都可以,OK 那我们这个PowerPoint的讲解就到这里 那我们等一下实际上来操作一下给大家看 好,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做这个Regular Tool Level 如果我们选这一个 然后就一样A跟B 然后一个反映,OK 然后我们这边的数据 就要等这个 要从Excel那边读进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Excel 我已经开好了 长在这边 那我们要读这一个Excel的档,OK 然后这边是1235 我们把它读进来 Import from File OK 然后我们可以去选CSV这一个 那这样就输出了 就输出成CSV 那如果你要输出呢 你乘Export 你就Export to File 然后你可以去选你要的 我用CSV 那我们叫Test好了 Test OK 那把它按Save CSV OK,那这时候 它就会跑来这里了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打开一下 好,那我们把这个Test 这个答案拖进来 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跟刚才一样 那这个输入输出就是要照这样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那先输出 然后输出一个简单 你再把它填好资料 再把它输入 那这样也是很快的 那这个展示就做到这里 截止,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